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株澳大利亚的原生石壶 这是它的名字 Dendrobium biggibum war compactum 它的花期非常长 从夏天的中段时间就像现在 可以一直到深秋甚至到冬天 而且花量可以非常大 每个花杆可以开两朵以上 一直到十几朵花都有可能 我的这一株眼下只有三朵花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分株 基本上没有什么根 根都是最近才长的 你看小小的新根长了不少 但是它的杆子很粗壮 所以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不光是根 还有两个新芽 事实上三个新芽 下面还有一个新芽正在长出来 这是一株非常强健 容易生长的石壶 它的花朵本身也非常容易辨识 很像是蝴蝶兰 但是它的两个花瓣非常大 花朵本身看起来有一点扁 几乎它的花瓣把后面的两个花鳄都盖住了 而且它的唇瓣下面的部分是一个长方形 它这类的花都是长方形的唇瓣 喉咙的颜色都很深 唇瓣上有美丽的条纹 它的颜色可以是白色 浅粉 深粉 或者紫色 这类石壶的株质非常漂亮 非常紧凑 这是一种长绿石壶 它不落叶的 最通俗的叫法其实是蝴蝶石壶 这一类石壶对光照的需求非常高 可以达到卡特兰的光照 对湿度的需求也相对高 要希望是65%以上 所以的话在生长季节 就是说在夏季秋季春季的话 水要勤浇 植料要保持湿润 它在花后冬天有一个休眠期 休眠期光照要继续保持高光照 但是可以减水停肥 减水是由夏天非常湿润的质量 变成渐干渐湿 但是干了以后不能让它干得太久 因为干得太久以后 这个杆子就会皱 如果这个杆子皱了以后 想要恢复成现在的模样 那就非常难了 所以的话要见干见湿 不能让它干得太久 当然肥料可以完全停掉 和其他所有的兰花一样 肥料当然是在积极生长期 要薄肥禽湿 在春天夏天的时候 以氮肥为主 秋天开始的话 就要使用磷肥为主的肥料了 大致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这一株蝴蝶石壶 Dendrobium Big Bomb的基本情况和养护方法 喜欢我的视频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